這一次算是正式的跟米特一起工作 那我也想要分享一下之前因為洪宏老師的邀請 所以跟米特一些樂手朋友們一起做過一個兒童劇 然後那一次的時候其實讓我印象蠻深刻的是 我就有感覺到 原來薩克斯風是一個很靈活的一個樂器 然後我覺得樂手他們也很努力的去表現一些不同的面向 所以我在想這次在想這個創作或是過程當中 都會想到之前那些樂手們在那個製作裡面的表現 會覺得說會期待他們有更多的面貌可以呈現 這是第一次跟比較是單純的吹奏的樂器的樂團合作 各種風格就是古典樂或是流行樂、搖滾樂或是實驗的樂曲的風格 我都蠻喜歡的 讓我做真的就是沒有那麼熟悉薩克斯風 就是我以我自己的經驗就是薩克斯風就是比較是爵士樂的時候 會去聽過一些Live的經驗 所以我這一次那時候一開始拿到音樂的demo的時候 會覺得有幾首會讓我蠻見譬如說像Post New Player 就發現原來薩克斯風其實除了像是爵士樂那樣很耳熟能詳的風格之外 還有可以很實驗性的 那也可以很人文感的東西 這是我覺得我在一開始加入聽到這些音樂的時候 會讓我很多期待感跟就是更多的畫面想像的東西 挑戰的話其實我覺得也不能說是沒有 但其實我會想說是以一個比較輕鬆的方式 去來做這一次的燈光 因為其實對來講這次的作品不只是主角 不只是只有樂手還有除了音樂以外還有影像的部分 就是柯斯富的影像呢對來講也是燈光要去補助的對象之一 其實每一個樂曲都本身都非常的好聽都非常的有趣 那我比較著重的是在怎麼讓這個音樂在視覺上呢 可以讓觀眾覺得更享受 是說也沒有特別有什麼小巧思啊 因為像這種東西自己講的會蠻害羞的 但是我們在討論一些設計的過程中 其實有些蠻有趣是可以分享的是 如果看了這個影片然後可以再去看演出的話 可能可以特別注意一下在顏色的選擇上 因為這次主要是會以顏色去做一些分段這樣 然後可以感覺一下 欸為什麼會是選擇這個顏色 然後加上從一開始的開場呢 到後面可能到了每一首歌的轉折的話 我可能會有一些燈光不一樣的變化 那有一個小小的可以先提示 我自己想像從一開始那三首歌 有點像是我們從天空看到地上 從天空看到再看到人的這種視角 燈光上是用一整種視角去慢慢的切換 那有機會的話大家可以好好的來感受一下 歡迎大家8月13號的時候來蘆洲公學社 我們來一起享受米特的風光 去前面 bow彩 就用一到一先進步